首先来看的是这个月9号 新北市东北角的龙斗风狗浪意外造成了八死八伤 不过负责的官员却说只负道义责任 不但引起了新北市政府不满 听在家属的耳里更是伤心 对此东北角封管处处长许正龙 已经向观光局自行处分 而观光局长也同意 等事件处理完之后将会执行调职处分 今天发生在东北角随意 这个管理处有道义上的责任 有道义上的责任 那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责任 我们愿意来承担 他们的态度 态度会觉得很傲慢还是怎么样 就是这一句道义责任 听了让家属反感 也引发外界观感不佳 知一交通部观光局封管处 在推诿责任 发言隔天封管处长许正龙 对外澄清绝无谢责之意 委屈是有啦 陈媒体大概他有在你上半段的部分 比方说对责任的归属问题 我想我们政府都有责任 管理处也有责任 那我当初先讲说我们有道义上责任 那其他的法律的责任部分 可能要透过司法部门来认定 阵阵风浪拍打在礁石上 新北市副市长侯友宜和封管处人员 11号上午重回事发地点勘查 却迟迟不见处长许正龙踪影 原来是因为备受批评 许正龙早上就到观光局报告 向局长自行处分将调离职位 他也自己跟观光局县局长 自行处分 那么观光局县局长 他在这个上午已经同意了 家属被妥召魂仪式器具 要把家人带回家 观光局表示将尽力为罹难者家属 争取意外保险理赔金额 但是否国赔 有待司法单位调查 这次意外夺走八条宝贵性命 观光局研议在东北季风盛行之际 评估实施危险地段封闭管理 以免汉事再度发生 UDN TV郭健生 林炳周月佳妮 综合报导